将募集而来的蔬果化为美味的料理 希望能够传递爱惜食材的讯息 高雄参旅大学国际厨艺学成助理教授谢生耀老师 协同六位学生发回学校所学专长 协助福华民品与阿福食物银行举办的双服席食圣食饗宴 将募集来的蔬果化成美味佳肴 我是高雄参旅大学的助理教授 我是谢生耀 那我今天带了六位高雄参旅 参与科系的学生来这边响应 阿福食物银行做一个产品的 生食变美食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这个活动最主要是 尽量不要把食物浪费 食物可以充分的利用 然后带学生过来也让学生了解 食物得来不易 让他们有吃乎习乎的一个观念 那希望这是一个开始 那往后透过不断地 不断地再传染下去 把好的习惯 不要浪费食物的好习惯 再不断地把它传播下去 我们到现场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剩余的食物给我们 那我们就是把剩余的食物做一个搭配 那我们今天有沙拉 我们今天有沙拉 有炒面 然后我们有炒蔬菜 那每一个食材我们都充分地应用 达到完全没有浪费 可以再提升我们就提升 那可以再充分利用的 我们就不断地利用 然后做熬汤 做其他的搭配 或是做装饰性的东西 完全没有浪费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传达的一个重要的意念 谢生耀老师表示 透过本次的习食盛食活动 让学员了解如何处理蔬果农药 透过自然调味 在食材中尽量不加入太多的加工食品 让家人可以吃到健康又安全的料理 史方新闻 黄慧如 黄凯杰 高雄采访报道